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默示录的第二个导言 这个导言是来自我今天6月24号 和神职人员讲的一个小秘证的内容 主题刚刚是默示录的最后一章 主快来 接着才进入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章 根据教区的指示 今年我们神职人员每个月的小秘证主题 都是这句说话 来自默示录第22章的主快来 早期的基督徒是由于相信基督是唯一的真天主 他们拒绝承认爱撒是神 因此他们被罗马人认为是不忠于国家 而且受到超过三百年的迫害 当时他们每逢聚会的时候 就用阿拉美语 互相问候 彼此鼓励和提点 因为基督徒相信历史的主宰 并不是任何世间的权力 而是基督他应许会在内 所以Maranatha主快来 就成为基督徒在困难当中 迫切尋求力量和安慰的呼声 亦都是期待基督在来的祈祷 好 在今时今日的香港 我们重温默士陆这句说话 看我要快乐 有更深的感受 特别是今时今日 时局的变化 令到很多教友的信德动摇 不知道怎样去面对困境 首先我想从默士陆的第七章开始 和大家作一个扮醒 第七章说到 额上受孕的人 额上受孕的人 不是等于这些人 会免除灾难 所以我们在世上 是会有灾难的 额上受孕的人 只是指他们能够平安度过这一场灾难 默士陆第七章中 有望见到最恐怖的日子 就是大灾难要发生了 而这个灾难的来陆 将会是所有邪恶 和恶魔权势 所做的最后一个攻击 地上最后一次的破坏 荒谋 和毁灭 这场灾难之前 信徒的额上 将引有天主的人 且他们能够有力量去面对 这些并不表示他们会免除灾难 只不过是指出 他们能够从这场灾难中被拯救 去到平安度过这场灾难的这个境界 我们要受苦 我们要受苦 他们以前受苦 我们今天也要受苦 那不是主被卷入这场灾难 彻底的毁灭世界的灾难当中 我们应该这样看默士陆 就是应该这样看我们今天的时局 默士陆第七章 提到殉道者的荣耀 提到一个新的异象 就是殉道者未来的幸福 这一章可以说是一个鼓励 灾难会临到信徒身上 但是虐望告诉我们 承担一切的苦难是值得的 包括接受迫害 接受疾病 接受新型冠状病毒 等等带来的灾难 殉道者的数目 他说是数之不尽 记得天主对亚巴郎的许诺 他的子孙 将好像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那么多 而在最后 这个应许是必定会实现的 真正的以色列 属于天主以色列 人数是数不清的 默士陆说 有十四万四千人 那么多 十四万四千人 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吗 由创世到现在 只有十四万四千人 只有九 那我没有份 我很害怕 十四万四千 不是代表每一天 每一个时代的人 而只不过是代表 那个时代被盖印的人 默士陆第七章讲的 我看见 有一个大群众 没有人能够数清 是来自各邦国 各支派 各民族 和各异议的 十四万四千 并不是一个极限 而一个圆满的象征 是由十二乘十二 而来的数目 一个完全的平方 之后再乘一千 有更大的包容 和完全的数目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所列出来的数目 也都并非单纯 是指犹太人 虽然犹太人以为是这样 属于肉身的特殊的以色列 已经在教会里面 完全失去了 他们的特权和应许 今天来讲 教会才是真正的以色列 洗礼是代替了割损 是属于天主的人 十二支派当中 尤大这个支派是派行第一 因为墨西亚是出着尤大 而丹这个支派并没有得到高位 而且是因为他自上和拜偶像有相恋 雅各白死之前 对他的儿子丹 这样说 丹必指路边的长虫 就指蛇 路边的毒蛇 会咬伤马蹄 骑士就会跌倒 这个说法 可以当做是敌基督 Antichrist的说法 是将来邪恶的替身 在犹太经史当中 也有相信敌基督 Antichrist的 是要出着丹这个支派 基督由犹太这个支派诞生 这样敌基督 就由丹这个支派出生 这就是为何丹这个支派 由名单里被抹去的原因 但是他却由默奈协补偿 约失的第三代子孙 正如马帝亚代替了余达斯一样 第一章有提到 天主是最伟大的拯救者 拯救 不是叫人逃避的一种拯救 拯救 不是要人免于灾难 而是大人由灾难去到光荣的境界 拯救 不是要人享受 easy life 容易的生活 而是要生命活得有意义 有价值 基督徒的希望 并非是寻求一种免于烦恼 和痛苦的生活 而是希望一个人在基督内 能够捱得住任何的烦恼 和任何的痛苦 仍然韌立不动摇 敢经历这些痛苦 这些人在彼岸 必定得到荣耀 这个就是灵兽 第七章也提到 从罪中洗淨 这些人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 指的是世界每日的灾难 不是普通的灾难 重点就是灾难之后 就会有光力 他们读这一段 关于普通灾难 例如沙士 新型冠状病毒 迫害等等 亦都同样是珍贵的 因为天主的应许是永恒的 即是苦难包括疫症 疾病 疾病 痛苦 最后会走向光域 第七章也提到蒙祝福者的福气 第七章 这里说明了白树禄存在的理由 不可声数的人 在哀伤和死亡的时刻 总因着这一段话 而得到安慰 问题就是来了 在今天的时局 人正在在哀伤 愤怒死亡当中 我们的牧者 怎样令到他们 感觉到天主的安慰呢 是不是就是这句说话 主快来呢 这句说话 鼓励我们 落实这个信息 第七章也提到神圣的牧者 不要将英许翻译成离地 比方说 夹备天主啦 我们都不用做的啦 不是这样 证明第二十三手 尚主是我的牧者 是一个应许 亦都是一个安慰 墨士录最后提到 天主会抹去 我们所有人的眼泪 结论啦 有耶稣基督善目在里 任何的灾难 我们都可以承担 主拜来 就是希望 亦都是祈祷 我们念我们的天父 不是只是念 亦都要行 我们试下将这两句说话 调转 我们念天主经的时候 就说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试下将这两句说话 调转 先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先奉行他的主意 跟着他的国一定会来临 希望每一个人 先去实习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跟着我们会见到他的国来临 他的力量 和他的希望都会来临 支持我们 所以我将这个成为默示录的第二个导演 和大家分享 跟着之后 我会继续在网上讲默示录的第一章 听起来 听起来